《史记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杰作之一 这部剧著所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与可歌可泣的作词人物 古往今来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史官 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官传统 在记录历史时客观求识 不虚美不饮恶顶笔直书 同时笔下有包有饼坚持了史学的西汉功能 以为后世借鉴 从司马迁对他正为之服务的汉武帝的评价中 人们可以掀量出他手中那只史笔的称衣 他在史记中充分肯定了汉武帝的文质武功 同时也毫不隐晦地提醒了他的穷奢敌欲和迷信愚昧 史记开创了细传题的史学体牌 他记录历史的续组方式 以人物为中心来展现一个时代 其中包括帝王将相 财子佳人 克克游侠 借民复伤 司马迁故以成败论英雄 不按名为平高相 这部《证史》甚至还收录了陈胜金科等反抗英雄的事迹 史记巨大的文学魅力也早已快至人口 因而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意地理解